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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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TW先生 我們今天講一些輕鬆一點的 好嗎 好 沒錯 這樣講吧 香港人多數都是普遍 因為不是養貓對養狗 沒錯 譬如我們養貓或者養狗 有些什麼基本條件 或者它的利弊 兩者之間 我們只講貓和狗 好嗎 首先我覺得 第一件事是分清楚 貓和狗是兩種生物 有些人會覺得 貓就是小隻狗 就完全是錯誤的 要是說狗怎樣養 可以先從 怎樣照顧 狗飲食方面 不要說吃什麼糧 但起碼一天應該是吃兩至三餐 狗的 狗就是 定時定後餵 最好每天的時間都一樣 最好是 放完狗才給牠吃飯 吃完飯 嘗嘗 放完狗 運動員就餓點 今晚願意吃飯 吃完飯才放狗 特別是大狗 容易胃扭轉的問題 對 胃扭轉 吃完東西 躺一點會跳 胃就脹 然後又會扭轉 這樣就變急症 所以放不了狗 自己的話 都是有個大風景 沒錯 反過來喝貓 多數放牆 喜歡吃兩口就吃兩口 然後走開 就完全不一樣 狗好像人的小朋友 就算家庭大也好 也要外出 就算你家庭住村屋幾千呎 也要玩遊戲 也要讓小朋友出去看電影 也要外出 貓是領土主義動物 家庭就是領土 大部份貓都不享受外出 覺得離開了自己領土 我經常解釋 一個香港小朋友不是外出 而是出國 突然扔了你去印度 很多香港小朋友都不享受 很多貓都不享受離開自己家 他們很容易很緊張 沒錯 因為離開自己領土 而且如果擺開 如果貓 有時都需要看醫生 不一定是樓上樓下 我們有沒有一些方法 譬如說 我通常都有些貓的袋 我會打開給他自入出 如果習慣進去 當我帶他去看醫生 也會緊張 但我覺得會好一點 會 會 熟習外出的袋 當他家庭是一部份 袋也有少許講究 最好是貓很緊張 最好是用一些不太硬的袋 即是布袋 只能貓可以包住 不要透明 看不到外面 在一個密室的空間 便會好一點 如果貓很緊張 最好是袋子可以在上面開蓋 建起 容易可以拿到他出來 所以要在一個很小的空間 倒出來便會更加緊張 還要醫生這樣 善覺上也看不到 對 看不到誰 隨時會很緊張 又要打你 都搞不定 明白 但上面打開比較好 明白 在香港通常都會說 狗類幾種品種 我又覺得不知是否 例如松鼠 或者梓花花 那類型的狗類 它是比較喜歡睡 小種狗比較喜歡睡 有些人會這樣說 但我都覺得 貓比較性格上 天生生定了 就是這樣改變不到 但我覺得狗 在它小時候 四個月大 五個月大之前 可以教到很多 所以頭那段時間 的社會很重要 你教它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我覺得沒有一隻不好的狗 只是一個不好的主人 我同意 我同意 中大型犬 這也是關節的 中大型犬 其實是因為他們 寶寶的時候 關節會發展到一歲半左右 以前我們經常犯的錯誤 就是太早閹直搞 不論男女 太早閹直搞到 它沒有性寒染蒙 所以關節就生得差 第二樣經常犯的錯誤 就是中大型犬 因為它很健碩 所以給它很多東西吃 但因為它一出生到睡本 還在生關節 如果你給它太多東西吃 太多營養 或者營養的比例不適 的話 關節多數會生太快 然後就生得不平 然後就老了 就容易關節炎 所以大家很多的概念 就是老狗容易關節不好 其實是一個可以預防的問題 只要看小時候營養是適合 運動量是足夠 不要餵太多東西給它吃 慢慢大是會好很多的 因為通常我們鑽肉的時候 越小就不適當的時間 就會減少其他東西 沒錯 因為如果是女生 就減少了子宮 或者乳腺柳 沒錯 但現在就回到鑽頭 是一個重寫 即是我們叫做治療平衡 中年犬如果太早去做一個治療 實際就令到關節可能會沒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好 都不是可能的 科學都證實了是真的沒有那麼好 因為前陣子美國那邊 我忘記它是用狼狗 還是拉伯拉多來做一個展示 有幾千隻狗 他們就檢查醫院 過去十年用了幾千隻狗 醫了幾千隻狗 看看它有什麼病 看看它有沒有做著肉 看看它幾歲做著肉 看看它幾歲做著肉 女生在法程前做著肉 也關節不大大增加 男生在稅務前做著肉 也關節不大大增加 這個資訊 放在貓那裡是否等同期 完全不適用 貓又另一方 貓現在建議是四至六個月 四至六個月就做著肉 最遲到六個月都要做 減低一些不好的行為 以及預防預線後 OK 貓反而是有一個定律的時間 就是四至六個月的時間 就應該要做 OK 因為據我所知 有些主人或一些人的理念 如果女生發程 你起碼要給牠一次 牠起碼成熟一點 男生去絕育 有很多方面的資訊 這就是對的 只是中大營圈 就不是貓 貓我都聽過 其實現在不止香港 外國也是 外國ISFM 即是貓專科協會 基本上推了三至五年 就說四個月就要做了 主肉 要做了 貓的話 但在外國 和香港也是 很多時候 貓太小隻 就不太舒服 做牠的主肉 覺得主肉的技巧 需要高很多 難做些 麻醉又覺得危險些 醫生就會跟客人說 等牠在髮型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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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之前說 不太符合國際標準 雖然在國際 有很多醫生都是這樣 但我覺得我們香港 可以做得好些 只要我們香港 老實說 都會富裕一些 我覺得 只要一間診所 都已經可以比外國的 燈光照明系統 都可以好 我覺得手勢 都是練習的 現在ISFM 即貓專博議會 都開始開很多版 教醫生如何 在小隻貓 小隻的時候 都可以好用來探討 其實是容易做些 我覺得 流血都會少很多 因為牠未發育 對 東都開小 貓回復好些 好的 我們剛才很粗略 就說了貓、狗、狗、中營業 香港大營業 其實很多種品種 我覺得未必適合香港 例如古代木人 我覺得他們很辛苦 很辛苦 很可愛 很可愛 但我們選擇的時候 當然要看自己的空間 環境 香港雖然都是屬於下周定居 但為了地方人生 空氣臨動人 對寵物也有見識 我也覺得香港 是不適合養雪犬的地方 任何在雪地生長的狗 老實說 都不是很小的香港人 包括Husky Husky 牠的毛都很厚 很慘 在街上看到牠們 很厚毛 主要人們覺得很漂亮 我都明白 但牠們很容易 更容易 還有一些毛很厚 有很多皮膚病 有很多污汁 都弄不出 還有我想問 香港是否屬於潮濕 潮濕 很潮濕 其實對夏天或潮濕的時候 我們要怎樣餵狗或貓 做一些基本皮膚活力或毛髮 貓多數不用 最好是24度開冷氣 大約是20至24度左右的溫度 所以貓主要更加熱 便可以了 除非貓很長毛魚 應該都不用剪毛 毛髮最簡單 和人的概念一樣 例如穿衣服 冬天便穿多些衣服 毛便會更長 夏天便會穿少些衣服 毛便會剃短些 我知道上網有人說 毛是貓的狗的天移 就是牠們的衣服 應該是牠們長得長 應該是牠們長得長 我同意這件事 就是普通的言論 越多毛便會越變越維持 所以夏天 以前那些Husky的客人 有幾個都會看牠們 看牠們可能不會貼 可能1、2cm 其實都不會太好 不英俊 但牠們會舒服很多 活動很多 牠都健康一點 健康一點 大大減低中暑的機會 夏天都可以出街 不然夏天一出街 還會流口水 早就要中暑邊緣 我覺得很差 一般如果是貓或狗的皮膚病 會不會受天氣的影響 或者家庭的環境影響 都會 天氣一潮濕 皮膚病潮濕 轉天氣都會多 由濕轉乾 由乾轉濕 或是冷轉熱轉動 都會有很多不同 現在我們通常一層家 都會有所謂濾濕機 或者抽濕機 那類東西 會不會對牠們有幫助 我都會覺得有些幫助 但如果只是依賴牠 就未必足夠 因為始終空氣長時間流動 雖然牠們都是長時間開 但我覺得不夠 如果是狗 我們養狗或是養貓 你又覺得 什麼時候和牠沖一次量 貓不太建議沖澡 除非是那些沒有毛貓 那些皮膚油脂很多要沖 那些是一至兩星期 兩至三星期都沖一次 其他貓就算是蟲 也不建議沖澡 因為貓怕水 緊張 其實牠們不會沖得密 還有貓和狗 也不流汗 除了手掌 所以不像人家那樣 很髒 寧願梳套些毛 狗就視乎情況 兩個星期至一個月 如果一隻狗有皮膚病 有另外的說法 皮膚病要跟醫生指引 有些狗誇張到 可能牠每天沖一次 最誇張的那些 可能短期內 沖一個星期一天沖一次 沖完整個屁股 都會有這樣做 但是 如果很籠統地說 有皮膚病可能三至七 是沖一次能 沒有皮膚病就兩星期一個月 很籠統 OK 還有些什麼 我們要特別教育 其實都是要分開 貓和狗的治療方法 就要分開 吃東西那部分 訓練那部分 也要訓一下 譬如狗 你是要訓練的 真的一定要做訓練 你要由小到大 定立你是一個主人 如果不是 家裡的關係就完畢了 可能一隻狗 有時丟掉一塊飯 牠也不吃 牠覺得多飯不經貴 你是誰 你給多飯吃 所以狗是一定要訓練的 最簡單 坐輕輕的 一定會做 吃飯 人先吃 然後再等狗吃 貓就沒有這些規矩 貓就沒有所謂 不要罵貓 不要打貓 牠喜歡做什麼 算盡 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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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還有些什麼 我們要考慮 天氣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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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廁所 狗 最好是安排除外 因為狗 都是一些喜歡乾淨的動物 牠不喜歡租自己的家 最好是每天帶牠去大小便 這也是一個很良好的習慣 我覺得每一隻狗 都應該每天到街最少一次兩次 可以做到的話 貓就反過來 貓一定是在家去廁所 不會是外面去 貓沙盤 貓沙盤的數量 之前 應該是貓的數量 加一 一隻貓就兩個盤 兩隻貓三個盤 貓沙盤要散開不同地方 每隻貓對貓沙盤的 preference都不同 有些貓喜歡有蓋 有些貓喜歡沒有蓋 有些貓就喜歡 有些貓喜歡沙盤 有些貓比較薄 這都是要講究的 因為每隻貓都不同 貓沙的選擇 最好是選擇有粒無味 可以吸味 但不要有很強的雲尼納味 很強的綠茶味 老實說天然地方不會有 貓在野外不會有 沒錯 我們要留意一下 這些貓是基本人 沒錯 我又想問一下 貓沙盤的貓 一般紫蘭狗 或者貓 是自己的 沒錯 在生物上 都要想 選擇一隻貓狗糧 一直都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有兩派 有科學派的人 亦有些天然派的人 科學派就是路索 就是我們的壽意 喜歡Huels Worlcannon 那些牌子 因為他們做了很多科研 就說 用年輕貓的蛋白質 是有多少 拿到很準的 鈣質和鈣質 拿到多少 我一定要這樣 計算好數 你的貓就是吃這些 香港人當然 不太喜歡這件事 又是用很便宜的肉 壓造餅 然後賣得很貴 有很多碳水化合物 裡面沒有什麼營養的 所以現在有一派 就是覺得 吃天然 天然 天然糧 天然餅 無公物 脫水生育 甚至全生育 所以都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觀點與角度不同 波學派就是 我不理會我什麼料 總之百分之適合 你的動物就健康 天然派那一派就是 我覺得 我要用定料 我的狗要吃的東西 放養雞 放養牛 天然 無添加 所以 都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你問我的話 我就會 相信科學 我說什麼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 大家都是一些大機構 說什麼 例如有兩個 第一個可以參考 一個可以打在專欄上 參考 一個叫Masava 全球小型動物獸醫學會 亦都有一些規定 教主人如何選擇 寵物用品 寵物食品 最簡單 就是看看寵物用品公司 寵物食品公司 有沒有請營養師 如果有請營養師 它是差的 就好 但如果連營養師 都不知道是什麼 寵物食品公司 還買不買呢 等於現在方家有時 有些很便宜的量 我都知道是所謂水貨 其實一櫃櫃 它可能有 下一櫃就可能沒有 可能外國賣不出去 都扔過 是的 其實我覺得 大家主要當然要留心 因為始終有品牌的東西 可能皮肺是比較重 我覺得最重要是選擇大牌子 不要選擇 我個人怕 我就不試新東西 即是你說突然間有一個 不知道什麼國家出的一個牌子 每個人都去追捧 那你就應該查查 它在哪裡成立 地址在哪裡 做了多少年 有沒有受營養師 用些什麼原材料 放養雞 在哪裡放養的 這些要問清楚 產地在哪裡 可能在美的公司 但原來產地在越南 都夠不夠 都是 因為質量控制 或者生產條件 都可能 和你印象中 以為一些先進的國家 就會有好一點的 更緊一點的條件 給你生產一些產品 但在哪裡 它製造的 你講一下 還有一個創立人 我覺得都要檢查一下 到底是誰創立這隻牌子 到底是一個獸醫營養師 一個普通獸醫 還是一個獸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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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獸醫 獸醫了十隻貓 然後找了第一桶金 或者有人投資 我做了一隻鱗 你可不可信 我明白 我覺得創立人 很重要 營養師創立人 好 一般狗由嬰子到中年軟 就多病痛 我們需要看牠的身體情況 可能要改變一些自己的情況 也是 飲食也改一改 年輕狗 寶寶狼 狗先 狗複雜 狗有分小型狗中型犬犬大猿犬 當作是三種不同動物 小型犬犬吃小型犬犬的BB狗 中型犬犬吃中型犬的BB狗 大猿犬吃大猿犬的BB狗 中型犬犬更需要注意份量 太多就像剛才說的爛關節 沒錯 去到成犬犬就吃成犬犬 鹿犬犬就吃鹿犬犬 都是根本尺寸最好 都是定時平衡一天兩至三餐 好 我再問問貓和狗 很多時候都有不同的預防針 或者一些益犬 很多時候我都聽到我們的客戶 他們都不出門 所以不用滴什麼 或者是深思藏 為什麼會做這一點有風險 真的不出門 所以第一件事 狗根本不應該不出門 根本會弄狗精神病 我覺得很慘 我都聽過很多客戶 說狗不出門 我身為你不一樣 但當你過來求產 我不是對著你雪糕 我都是不出門 就不出門 但我都會找一些方法 說服我叫狗出門 始終這隻狗的開心 是我們想著牠們的東西 我不是想牠們生存 我不是想牠們生存 我只是想牠們生活 生活得開心 一個小朋友不出門 怎會開心呢 首先第一隻狗要出門 狗不出門已經是錯了 第二隻狗不真的 我當我的狗射孔 牠們不出門 很怕見到人 我的狗也是小小的 我的狗從小被人困到大 都是射孔 但牠附近沒有人的時候出門 牠都很開心 沒有人看牠 我當牠真的不出門 門口也出不了 身邊打開針 其實是因為我們人類會出門 我們人類會帶一些病菌給牠 所以都是要做的 心思蟲 心思蟲透過蚊傳染 香港藝大地區都沒有什麼地方沒有蚊 牠們一瓣都狗 心思蟲 你不用狗很多 你狗一次就已經有本條人命了 你會不會再省一個月 只吃一粒心思蟲透過蚊 我就不會 還有牠們的藥物很貴 對心思蟲透過蚊 有名叫黃金水 那個牛肥 對不起 牛肥都是預防可以預防 都是大小的東西 黃金水 有得吃黃金水都更好 因為輸血就更大 對 中了牛肥要輸血 你戴狗一次輸 可能輸得更多 不出奇 夠你買兩世的黃金水 你買兩世的黃金水 要防弱 所以大家觀賞 正如Dr.Wilson說 首先我們見到客人或來到診所求職 其實每個主人都很多時帶有一種excuse 以及他深信的東西 其實我們很多時跟客人溝通 或者日後有真咬力 就是主人沒有認真聽清楚 醫生演繹給他聽的時候 發生甚麼事 因為我過往的經驗就見到很多主人 嗯嗯嗯 明白明白 但是回去就完全是將這件事立刻了 或者又說 你不要提醒我啊醫生 其實醫生很多時候是盡可能在這個經驗 沒有可能提醒你 我也明白是有事難接受的 但是也沒有辦法 是有些事情要說就要說的了 是啊 我沒得騙你嘛 是啊 沒錯 因為其實一個醫生 除了他在醫學上 藥物上或程序上 但整體他都想你的寵物是健康 或者你的貓的心態如何才會健康 其實這件事我們沒有需要引悟的 嗯 你的狗不健康對我一點好處都沒有 是的 真的希望主人大家留意 因為香港是比較一個特別的地方 是 城市可得體驗 沒錯 還有養狗也有很多限制 是 真是限制 很多大廈工契也不容許養蔥 這個你們大家也要小心去行 嗯 起碼養得牠的話 也要給一個健康環境 嗯 不要被人針對 一切雞都要跪跪 你會比較麻煩 尤其是中寧院或大院 你根本就覺得是痛嗎 沒有的 你看清楚家庭否給養才想想要不養 像是一條生命十多年 如果牠不開心過十多年也很可憐 是的 所以我覺得狗一定要放 對 狗一定要放一點 對 狗不放一點的狗很慘 可能有人像是 為何那些小狗經常都廢 因為那些小狗的人覺得 找到家裡就不用放 所以可能會整個家庭 都有機會 我常常以為因為牠小狗的人會比較神秘 或者你要有一個阻嚇性才會犯 是的 主要有些進取一些症狗的人 聽到少許聲音都會先惡 但我可以教導牠的 香港很少有這樣的患 你介不介意牠在旁邊去唐發 給你一些片 讓牠解釋一般主人的所謂手術程序 或者是 當時你要怎樣去處理 我可以先摸一摸 好 如果你不怕糊塗就先給意見 如果你說不要 那我就刪除 我都希望給你們另外多些資訊 其實作為一個醫生去做一個手術 其實真的不是這麼簡單 不是你們主人想得 其實好像很輕鬆 牽涉很多東西 下一次有機會 或者你們有問題記得留言 Dr.Wilson會盡量解答你的問題 今集又多謝各位 多謝 新年快樂 因為準備新年了 有沒有家放 幾天 都要頭的 好 多謝各位 下次見